我不要拆牙 貓貓小姐在森林裡開了一間甜品店 貓貓小姐的店裡有很多錢錢喜歡的食物 也有很多從來沒見過、沒吃過的甜品 我通通都要吃一次 錢錢很興奮地說 錢錢每天都會約一位好朋友一起去吃甜品 每個朋友都提醒錢錢要拆牙 但是錢錢偷偷在心裡想 嘴裡全部都是蛋糕香香的味道 我才不拆牙 她吃了很多甜品 有胡蘿蔔蛋糕、大布丁 還有甜甜香 錢錢越吃越多、越吃越多 但是她不拆牙就去睡覺了 嘴裡貼著朱古力蛋糕碎 我才不要拆牙 睡夢中,錢錢站在一張嘴裡 看見面 看見很多黑黑小小的細菌 在偷偷地找食物 有些小黑菌拿著鐵錘 對著牙敲敲打打打 打造很多不同大小的房間 有電影院、有餐廳 竟然還有泳池 錢錢在睡夢中驚醒 衝去鏡前面,抹大個口 啊! 幸好,什麼都沒有 鬆一口氣的錢錢 馬上打電話給波波 我告訴你 我發了個很可怕的夢 嚇到肚餓 我們一起去吃甜品,好嗎? 第二天 錢錢和小小波波一起到甜品店 大口大口吃熱的肉桂卷 嗯,很好吃啊! 錢錢掩著下巴說 我嘴裡好像有些東西跳來跳去 還腫腫的,好痛啊! 貓貓小姐走過來關心 你不是蛛牙嗎? 錢錢用力搖搖頭 我才沒有蛛牙 錢錢回到家,覺得牙齒鼻鼻的 好像越來越痛 但他還是不拆牙,直接去睡覺 錢錢左看右看 發現很多小黑菌在這裡慶祝什麼 一個小黑菌走過來 我們在開甜品派對 要不要一起來啊? 錢錢聽到甜品,馬上開心滾說好啊! 錢錢錢跟著小黑菌來到一個牙齒餐桌 上面擺滿甜品 奇怪,好像都是我吃過的東西 請問這裡到底在哪裡啊? 這裡是錢錢的咀嚷 他天天都不拆牙 留了好多好東西給我們啊 真是多謝他了 黑菌媽媽很開心地回答 這些甜品很好吃啊 但是我們都很喜歡吃牙齒 你要不要試一下啊? 黑菌寶寶熱情地分享美食 錢錢發電旁邊的牙齒都被牠們咬到亂七八糟了 嚇到牠很急地大喊 不可以呀!不可以偷吃那些牙齒 錢錢在臀部裡驚醒 覺得好像有一百支鑽在牙齒裡面 牙齒痛到爆炸 好像一座火山在嘴裡爆發 錢錢,你的牙齒都沒有拆乾淨 細菌最喜歡就是這種牙齒 大嘴鳥醫生說 其實我也沒有拆牙 錢錢很不好意思地說 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錢錢竟然從來不拆 小黑菌喜歡吃甜的 也喜歡黏滿食物的牙齒 所以吃完食物之後 一定要仔細拆牙 先倒一杯水 擠牙膏在牙齒上面 擦大嘴 上上下下擦擦擦擦 裏裏外外擦擦擦 左左右右擦擦擦 一二三 牙齒轉個圈 再來一次 朗個口 咕嚕咕嚕咕嚕 突出來 多謝大家陪我看醫生 終於又可以吃好吃的甜品了 錢錢再見 記得一定要拆擦 大家揮揮手和錢錢說再見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擦擦擦擦 嘻擦擦 嘻嘻